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 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 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 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 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的站看中国节目参访时间 我是主持人蔡明芳 我想我们这礼拜要来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在未来全球景气的一个变化 我想在上次美国公布的CPI以后 那普遍大家对于美国的一个物价呢 那这个CPI的年增率持续的放缓 大家都表示这个美国联准会再继续 强烈升息的一个可能性是比较低了 那有可能会再升息印码 那我们可以来看到就是说 就美国联准会来看的话 不管他未来会升息印码两码 或甚至再有更剧烈的升息 事实上我们在节目之中 已经多次谈到整体的这一个美国的物价 它持续还是跟去年跟前年来的高的 所以它对消费的一个负向影响 我想这个是还是确定的 另外一个就是欧洲的部分 那我想就整体的欧洲来讲 它目前的通膨还是没有大幅的回落 就欧盟目前来看的话 欧洲央行他们的一个货币紧缩政策的方向 我想还是在继续持续下去 那另外一个值得大家注意的是日本 我想日本当然大家看到它最近股市的变化 它的五大商社的表现的股价看起来是还不错 日本的央行呢 目前呢 它的一个调查显示 大型制造业的这个景气 判断指数呢 7G以来是首次的改善 那非制造业则连续第五季改善 所以今年在春季 他们的劳资谈判平均 大概工资上涨会到3.58% 那也就是说他们的薪资呢 持续的还是在增加 那这个加薪当然就会对于 这个日本的一个中小企业 对于日本的民间的这个消费 就会有影响 当然薪资的增加一方面有可能会提高 影响企业的获利 但是另外一方面 它也会影响这整个民间的消费 但是整体看起来 大家觉得日本的利率的这个政策 基本上应该还是维持不变的 他们在7月的这个利率的这个政策 那我想我们刚谈到了美国 谈到了欧洲跟日本 那另外一个 我们节目之中持续在关注的这个中国 那中国以它目前来看的话 事实上中国的这个生产 6月的这个生产者物价指数 的这个年增率呢 创下7年半以来的这个最大的降幅 那消费者物价指数也创两年来的这个最小的增幅 在6月甚至出现所谓的零成长 那当然中国官方他们认为说 这并不代表中国发生了所谓的通缩 他们认为整体的中国的经济 还是整体的往比较正向的方向来发展 可是无论如何我想我们在上礼拜 已经跟各位听众朋友提到 中国整体的GDP的年增率 就这上半年度来看的话 是5.5% 比原来许多人预期的7% 或者是6.5%来的低许多 那另外一个就是中国的出口持续下滑以外 我们在上礼拜的节目也跟大家提到 中国在出口到美国的一个占比呢 其实也输给了加拿大跟这个墨西哥了 那美国出口到中国也是在往下调 所以整体来看 在这几年累积下来的美中的科技管制 或者是贸易的关税 其实都已经对这种整体供应链的移转 带来很显著的影响 所以有一些供应链 它可能移到就近美国的市场 不管是加拿大或者是墨西哥 有一些供应链移到台湾 有一些供应链移到东南亚 或移回去日本 那不论如何我们都可以看到 就是说在中国生产基地持续往下调 不再是过去世界工厂的一个地位情况之下 那这也显示在中国的出口的往下滑 中国的一个经济成长率在往下 这个都是非常明显的 那当然另外一个部分 就是中国的这个青年的失业率 也越来越不好 那就台湾的部分来讲 台湾当然还是一个 以出口为主的这个出口导向的国家 所以整体的这个 不管是欧美国家 或者是中国或者是东南亚国家 他们的一个出口再往下调 当然也会影响到台湾 特别是中国或东南亚国家 这些他们都是以出口最终的一个组装产品为主 那台湾生产非常多 相对比较精密的这些中间材 必须要出口到中国组装以后 再销售到欧美去 当然一旦这个出口往下调 欧美的需求没有那么暢旺 也就会影响到台湾的一个出口 所以我们如果来去看整体 在未来景气的变化的话 其实我们必须要一个一个拆开来看 那目前来看的话 根据台湾财政部公布的六月的这个出口值 大概有323亿的这个美元 那年减了这个23.4%减幅也是相当的多 那是连续10个月的负成长 那主期总处在台湾所公布的这个六月的CPI年增率是1.75 那也就是说CPI看起来 它是有较原来大家所关注的2%来的低 但是我想我们还是要注意 所谓的核心通膨 这个核心通膨如果没有显著的往下掉 其实对于人们的一般的生活负担 还是持续存在 那我们看完这个美国欧盟欧洲 那日本还有中国以及台湾 大家在利率政策一个可能的走向 当然也反映这些国家一个经济的现况 那美国的财政部长耶人 甚至也说出这个美国的经济呢 那应该会躲过所谓的这个衰退 那美国的经济到底能不能躲过这个衰退 除了观察美国的一个通货膨胀的问题 美国的失业率问题外 其实我们还是要去看 整体全球经济的一个变化 就整体全球经济变化而言 我想这些先进国家 包含欧洲美国或日本 甚至是澳洲这些国家 其实大家面临这个物价上涨的一个压力 我想这是不会消失的 也就是说 我们今年在看说物价上涨率好像有回落 但是这个物价涨了就是涨了 也就是说它对消费的影响 在你所得没有大幅提高之前 那这些先进国家的人们 他们的可支配所得 就一定会跟着降低 所谓的可支配所得 我缴了税以后 我剩下可以花的 或者是说我消费了这一些 必需品以后 我剩下可以花的 那这些钱也因为物价上涨 而越来越少 所以你可以买到的东西呢 可能也就相对的会减少 那这个就会影响到一些非必需品的一个销售 那这个现象也显示在 我们在不管是预期台湾 预期许多国家 在预期他们的经济表现的时候 把原来认为在第三季会往上走 现在都遞延到第四季 最主要我想物价上岗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那另外一个 其实我们过去在节目之中 有特别提过 许多人在年初的时候 去做整体全球经济成长率预估的时候 全球经济成长率的预估 当然是把你对个别国家的一个 经济成长率的预估总和加总起来 会变成你全球经济成长率预估 那在过去大家认为 中国的经济成长率 可以到达超过6% 或者是说5.5以上 那以目前所公布的这些数据 看起来要达到全年5.5 事实上是相当困难的 那当中国的经济成长预估下修的时候 我想全球经济成长的预估 也会跟着下修 另外一个就是在这次G20底里面 我想耶人有特别强调的 对于许多这些债务国家而言 特别是这些新兴国家 我想新兴国家目前看起来 仍然对整体的全球经济 会有一个不确定性存在 对于新兴国家而言 它不确定的 不确定性存在的地方在哪里呢 我想虽然最近大家可能看到这种货币市场 或者是说看到一些股市 这些金融市场 新兴国家表现得好像还不错 可是不要忘记 就新兴国家而言 他们的一个经济本身的体质 并没有太来的改变 他们面对的挑战 仍然存在 他们面对什么样的挑战呢 第一个包含这个过去参与中国 一带一路的这些国家 他们所面临的挑战 就是他们的一个偿债能力 他们偿还负债的能力并没有增加 但是他们的一个负债成本 他们的一个利息支出 是持续上升或者是维持在现在相对比较高 那因为以美国为首的 这个全球央行开始调整 他们的一个利率政策的时候 就使得以美元为主的这些新兴国家 他们所欠的债的债务利息的支出 就会跟着往上增加 那再加上整个全球的通膨 或许现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后 这种多数的这种原物料价格的上涨 有一些原物料价格慢慢的滑落了 但是对于许多新兴国家而言 他们还是面临许多物价的上涨 是不会改变 也就是我们刚刚所讲到的 去年涨了5% 今年到现在只有额外再多涨1% 那你的物价还是涨 你的物价还是比前年来的高 那在过去疫情之下 大家没有办法创造额外收入的情况之下 那你的成本又在持续的提高 所以对于这些新兴国家而言 他们的处境其实是更为艰难的 所以这些新兴国家 我想经济的这个体质都相对会表现比较脆弱 所以一方面他们创造收入 在疫情之下 他们创造收入的这一个机会减少 他们东西可以卖到更多先进国家的机会再减少 那他们国内的消费并没有减少 也就是说他们必须要透过美元 透过其他外币去进口这些能源也好 那这个一般的原物料也好 的需求仍然存在 所以我用更少的钱去买更贵的东西 我可以买到的东西就会变得更少 当你进口更少的东西进来国内 要卖给原来国内既有的 改变不会太大的这一群 有需求的人或有需求的消费者 那在需求没有太大改变 可是进口的供给大幅减少的时候 那我想我们听众朋友应该 很合理的可以预期 这些国家仍然会面临通货膨胀的一个威胁 所以这些国家事实上 他们的一个经济体质 还是非常脆弱的 那也就是说我们不一定说 看到他们的这个股市 看到他们的一个金融市场 看起来还不错 就以为这些国家好像度过难关了 如果这一个困难是这么小的话 我想从去年到今年 许多全球的这个主要央行 就不用太过担心生喜 对于一个国家经济体 所有可能带来的一个冲击 那我们节目进行到这边 我们先休息一下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这样看中国节目探访时间 从两岸国际历史文化与财经等角度 透视中国的 《这样看中国节目》 每周一到周五晚间 九点三十分到十点 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 如果您对《这样看中国节目》 有任何收听想法或意见 欢迎接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 也可以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 节目有两个信箱 2020.rti.org.tw 或是2020.0203.news.gmail.com 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与支持 请持续锁定 每周一到周五晚间 九点三十分到十点播出的 《这样看中国节目》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的 《这样看中国节目》 蔡明芳之间 我是主持人蔡明芳 那我们刚刚提到 整个新兴国家 他们目前所面临的 这个债务的压力也好 或者是所谓中国的 这个一带一路的债务陷阱也好 事实上我想多数的新兴国家 他们面对未来的一个经济的挑战 还是非常严峻的 这一些先进国家 我们可以看到 先进国家原来许多的厂商 预期他们的一个经济会持续的改善 那有可能这个库存的去化压力 应该在第三季就会回落 那包含我们台湾在内 那现在大家预估大概是第四季 因为台湾主要有非常多的 这个代工这些高品质的 这些品牌厂商的一个产品 所以这些厂商 他们对于终端市场 也会有一定程度的了解 那如果这个库存没有像原先 那么乐观的可以去化 那我们看到这种全球金融市场的一个活络 事实上这个很有可能就是我们常在谈的泡沫 大家回想看看 在这个疫情期间 整体的全球股市上涨的幅度 到目前大家有非常大的这个通膨的压力 以及这一个库存去化的压力 可是全球的股市 至少你可以看到除了中国以外 我想许多国家的股市 能然是持续的表现非常的好 那这一些股市的这个表现 金融市场的表现都跟实体经济背离 其实我想这个就是一个泡沫的一个可能性 当然泡沫它有可能吹得很大 它也有可能稍微的有一点点泡沫 那如果泡沫过度的膨胀 当然就一旦经济的泡沫破灭了 就有可能对实体的经济 带来比较大的这个冲击 那我们谈完这个新兴国家 他们持续会面临的威胁以后 你就可以知道说 中国目前看起来整体的数据不好 这些客观的事实已经持续的这个呈现出来 新兴国家如果也因为这个利息持续的维持在 比较高的水准的情况之下 他们的一个经济大概也不会太好 所以如果现在整个全球的供应链 那开始移转 从中国移到墨西哥 从中国移到越南或印度 我想很多听众朋友就会好奇说 那是不是 这个消费只是从中国 移转到越南 移转到印度 或移转到墨西哥 那事实上对于全球的消费不会影响 我想我们要回答这个问题之前 我们可以先了解就是说 现在多数的资本可能是移往墨西哥 移往这个印度移往越南去 所以这几个国家 他们的一个经济表现 未来经济表现一定不会太差 甚至一定会好 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因为我们过去曾经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过 影响一个国家 影响一个经济市场重要的四大生产投入 就是劳动土地资本还有企业家的一个能力 如果有好的企业家进去 如果这个国家有相对比较可以抓住 整个世界主流的一个总统也好 或内阁的首长也好 其实都会使得这个国家 他们的经济的成长的表现会比较好 那大家可以看到 不管是比较极端的像俄罗斯 或者是北韩 或者是现代大家看到的中国 其实这些国家的领导人 他们的一个企业家的能力 可能都远远不如他们过去的领导人 或者是跟自己以前过去再比 有很大的这个落差 当然北韩一直都是 领导人大概都是同一个自己家里面的人 那如果他们有这样的一个表现的话 这个国家经济要好 事实上是很困难的 这也可以看出 为什么习近平跟邓小平 跟江泽民、胡锦涛 过去中国这几个过去的领导人 他们有这么大落差原因 那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资本持续的往中国移出来 那移到越南跟印度或墨西哥去 我们必须要讲的是 虽然资本原来要投在中国的 他现在投到越南来 投到印度来 是不是就可以带动越南跟印度的经济 然后中国的经济掉下来 两边可不可以offset掉 有没有可能抵消掉 我想这个是很难抵消的 为什么 因为我想一开始从中国移出来的 许多的这些产业 他们其实是往这一个相对还是劳力密集的国家走 那工资是相对比较低 所以这些低工资的国家 他们的生活当然会改善 可是他们生活的改善 并不足以去可以弥补 中国一些相对比较高所得的人 他们一个需求的下降 或消费的下降 也就是说两边的所得其实是不太一样 我从一个所得一个月假设 是三万块台币的国家 移到一个月所得只剩下两万块 或剩下一万块台币的一个国家 那你的实质所得就下降了 你的实际领到的钱就减少了 那你的这一个消费能力 当然就会跟着降低 所以当我们看到这种供应链移转的时候 虽然有一些供应链 他会移到我们台湾 移回日本这些高所得的国家 但是呢 他毕竟会移到日本 或移到台湾的这些产品 都还是集中在少数特定产业的一些产品 所以他可以创造的这一些消费呢 当然也并没有说他不会创造消费 但是所创造的消费 不见得是普罗大众 一般都会消费的这些民生必需品 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 一消一涨的情况之下 其实我想整体全球的一个经济呢 看起来如果把中国跟这些供应链移转的国家加起来 应该还是会降低的 那特别是在这个疫情之下 那整体的这些跨国的移动 即便疫情这个开始解封 那大家开始恢复正常生活以后 许多的这个活动还是可以维持线上 那这些实体经济的需求 当然就会持续的减少 所以这是我们对于这个全球经济 会相对比较没有那么乐观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所以除了中国除了新兴国家以外 最主要还是来自于先进国家自己本身 目前只有美国看起来 他们的经济有可能躲过衰退 那经济躲过衰退并不代表 就你的经济就开始迈向繁荣 这是两件不一样的事情 那美国目前整体看起来 他们的六月的这个零售的销售呢 仍然没有像大家所预期的那么乐观 可是在美国过去面临这种通膨的压力之下 持续的升息 它本来就是经济的衰退 本来就是一个过程 我想大家也不用担心 我们今天只是在跟大家讨论 经济有没有可能像许多的外资机构 在过去所预期的那么乐观 那我们指出了几个理由 包含先进国家 包含这些新兴国家 或者是像中国这一些国家 那他们未来的经济会怎么表现 那目前看起来物价的上涨 对于这个所得越低的国家 这个伤害其实会是越大 它风险承担的能力会越低 那对于所得高的国家来讲 它一样会有一些伤害 只是跟这些新兴国家比起来 新兴国家面临的这个伤害会更大 这个是大家在看全球经济的时候 必须要去了解的 但是如果你拉长远去看 我想大家还是可以观察 有哪一些国家所移入的资本是比较多 那哪一些国家的资本是持续的在移出 或没有在移入 这个其实对于大家在进行一些 最基本的这种投资的时候 大家要有一些基本的判断的标准 才不会误解这一个整个经济 所有可能存在的这些潜在的风险 那我想许多人或许还是对于 整体的中国经济有一些乐观的看法 我想还是会有这样的一个 一些乐观的看法存在 可是我们乐观之余 你还是要让数据来讲话 我们刚刚已经提到 这个中国目前占美国 不管是进口或出口的一个重要性 其实是持续在降低 这些就是累积从2018年到目前2023年 已经将近五年的时间 所累积出来的一个结果 那效果就是中国的影响力 中国的地位确实在降低 大家现在会担心中国 不是担心中国经济的崛起 大家担心的是中国用武力的方式 或者是持续发展它的军备 来跟其他民主国家来对抗 所以这个跟过去 大家担心中国越来越强 越来越大 这个担心的原因 其实已经不太一样了 所以以目前来看 我们如果要去预估 整体未来经济进一步的趋势的话 确实可能少数你会看到 有一些产业可能慢慢的复苏了 比如说现在不管是美国或台湾 大家一直持续在强调的 所谓的AI人工智慧的这些行业 但是它毕竟就是一个少数的行业 那许多可以创造 基本就业人口的产业 那可能并没有大家所想象的那么乐观 那甚至我们之前也谈过 在许多的这个脚踏车产业 脚踏车的产业的供应链 其实也非常的大 从这个骑程的人 他们的安全帽 他们用的所有的这些户具 那还有包含脚踏车本身的这些零组件 其实整体脚踏车的这个产业链 也是蛮大的 那如果当整个脚踏车的需求 大幅的降低 当然也会反映的就是 一般的需求 并没有大家所想那么乐观 因此呢我们在判断 未来景气的时候 千万不要因为 你看到最近 整个全球股市看起来还不错 就以为经济的危机已经躲过了 只要我们去关心几个主要国家 他们的利率政策 还有他们的一些零售业的销售 以及他们的一些工业生产相关的指数的话 你就会知道说 多数的国家 他们对于未来的景气呢 目前还是并没有乐观的理由 只不过说 好像没有预期的那么差 但是呢 并没有说它是好的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对于未来的经济 我想我们还是要持续的观察 没有人会想要去唱衰 或故意看坏一个国家的经济 那我们今天在节目之中 只是特别把几个未来经济 可能会面临的一个挑战 或者是从年初到现在 一直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 指出来让各位听众朋友了解 比如说像新兴国家的这些债务问题 从年初从去年底到现在 就一直没有办法解决 像中国的经济 从去年到今年是持续的往下 在衰退 那美国这个原来大家预期会硬着陆 但是现在看起来好像可以慢慢躲过去 可是其实广大的欧洲目前还是没有改变 特别是乌尔战争造成这些原料 天然气能源价格的上涨 我想对整体的欧洲的消费 伤害其实是蛮大的 那日本还是持续维持目前的一个状况 那越南印度大家可以看到 越南的话最近也面临到经济泡沫的一些问题 所以整体而言这个虽然你看到一些金融市场表现不错 但是其实还是蛮不稳定的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 那提供我们听众朋友做参考 谢谢你的收听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这样看中国节目参访之间 谢谢